現在和大家分享一個個案齊惡的朋友 他是已經停經了 但是他這幾年不停的尿到發炎 和陰道友發炎 他很煩的 經常都很不舒服 後來他每天都吃酸奶 間中會喝小紅莓汁 他最重要的是 我以後都不穿緊身的褲和內褲 還把內褲裡面的護墊丟掉 原來他的習慣是用護墊放在內褲 而且是很貼身 再穿外面是很貼身的長褲 所以他長期的位置是不通風 那些細菌在溫暖的環境下 當然是容易產生 那他一把護墊拿開之後 又穿一些鬆身的棉質的內褲 加上他每天都吃乳酸 和偶爾喝小紅莓汁 這個情況 兩年裡面完全沒有發生過 他很開心 就叫我和大家講一下他的個案 希望我們如果有這些困擾的朋友 都得一個借鏡 為什麼他的乳酸會幫助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益的細菌 當你停經之後 你的酸簡直是低了 有益的益生菌是減少了 所以他每天補充這個乳酸 就能夠令到這個情況改善了 兼且喝這個小紅莓汁 對於治尿道鹽是很有效的 我以前都已經提過這個個案 現在再和大家討論一下 那個情況是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們尿道鹽 是由大腸肝菌引發出來的 普通來說 這些細菌在尿道裡面 大部分都可以由尿液排出去看外 但是大腸肝菌 末端的菌部分 是有些像勾子的毛帽 是像勾型的 會黏著在尿筆上面 排尿面都充其不能脫妝 如果我們復用這個抗生素 本來是可以殺死 伊口在尿壁那些大腸肝菌 但是当大肠肝菌进入膀胱里面的时候 大肠肝菌就会被膀胱的细胞包住了 所以连抗生素都不能够接触到把它去杀死 这种情况就是当膀胱没有尿液的时候 它就像一把细胱的细胞把大肠肝菌黏在里面 所以胀生素是不能够发现得到它 直至你的膀胱是很满你的尿液的时候 这个细胞才会张开 这些大肠肝菌才能够再出现 就会再令到你的尿道发炎了 所以如果这些勾子没了的话 这样就可以容易冲走 而这个小红莓汁就有这个效果 能够将这些勾子的毛脱掉了 所以就不能再贴护得到 而那个药液可以有效在细胞上发挥作用 而尿液也能够把它冲走 所以当有尿道发炎的时候 医生一定叫你多喝点小红莓汁 但是因为它比较酸的 如果是有胃病的朋友 未必是能够这么接受 那你就要开稀一点 它来喝 或者逐少逐少喝 喝勤一点 如果真的严重胃病 你就要吃一点食物去帮助 不要影响的违逼那么重要 而这个大肠肝菌 是给这个小红莓汁 就是能够控制得到 就不会再令你尿道发炎 那我朋友就因为 喝了这个大肠肝菌的黑色小红莓汁之后 它的尿道就是停止了发炎 然后它就用这个乳酸奶 以及它不再穿这些那么紧身的肤 那就得到改善 所以间中再喝下这个小红莓汁 在这两年里面 它说它完全没事 以往它不停不停是很困扰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的 不妨你可以间中喝一下小红莓汁 而每天吃一下乳酸奶 千万你的衣服不要那么紧身 那你就会少了这个机会去感染 你的尿道发炎 或者你的阴度发炎 的了